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爷爷 请问担心的单字怎么写呀 小朋友好 牛爷爷的书法每日一字写出乐趣 牛举担心 赵汉清 今天我们学单字的写法 单字 注意 竖项的笔画都带有弧度 这个是一个竖撇 向里弯过去 横折勾 为了跟左边弧映 我们也向中间弧过去 横向上提 我们这个横呢 也向上提 所以我们这个钩也可以提上去 这样撇和钩的这个角度 点线 也同样是个向上斜的 注意 上边窄 下边宽 才显得稳当 这个点 点在空当的中间 显得这个空当呢 比较匀称 上边要紧凑 下边要空 虽然上边这个空当有一个点 我们依然把下边的空当写得大一点 这个字的结构我们分析完了 这个字里有一个重要的笔画 横折勾 一起来看牛页书法的笔画分解动作 横 向上 提起来 向下 转笔 向左 再向右 顺时针转笔 然后把笔推上去 注意这个时候 这儿要是向上 笔向 上扬 逆时针转笔 然后压住以后 顺时针碾动毛笔 保持这个弧度 收笔的时候 再转过来 向上 转过来 所以这个笔画呢 有一个完整的连关动作 向上扬 压住以后 向下转 然后再倒过来 过来 逆时针转笔 顺时针转笔 再顺时针转笔 向上扬 笔杆朝这边写 转过来以后 翻过去 再这么写笔 出锅前 笔杆是这样的 转过来 一年 好 下面 我完整地把这个字写一遍 树 先往右弧一点 然后向左撇出去 慢慢慢慢起来 横折 踢起来 压住 向左弯曲 逐渐逐渐 向右斜过来 碾一下 一碾动 是笔碾 帮住劲 这样出钩 横 左低右高 斜上去 稍靠上一点 出来以后向下 压笔 转笔 收笔 这个点 写在这个孔灯的中间 转笔 收笔 这个字就写好了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 牛爷的书法歌 一起练习 小贪人 你知道纸笔的高度 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是 把手举高高 起点 决定高度 所以刚开始写字的时候 手一定要举高高 那也不一定 写大字的时候 离笔头远一点 写小字的时候 离笔头近一点 写楷书 离笔头近一点 写行书草书 离笔头远一点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嘿嘿嘿